随着越来越多人开始施打疫苗 许多民众接种疫苗之后 大方的在社交平台上 分享自己疫苗接种卡的照片 但多个政府机构已警告民众 在网络上发布疫苗接种卡照片 可能会造成身份怯到的风险 因为疫苗接种卡 除了疫苗接种者的姓名和生日之外 还有一些敏感的医疗信息 包括疫苗批号、诊所位置 和接种的疫苗品牌 对于一些专业的人来说 接种卡上面甚至有更多的信息 卡上会列出一个人的病例号码 要透过电话询问敏感的医疗记录 只要拥有医疗记录号码、姓氏、出生日期 都可以作为个人进行身份验证 并询问全部敏感的详细信息 网络罪犯可能会试图冒充民众 打电话给医疗保健公司 了解该民众的病史或诊断信息 取消即将到来的预约 或者是改变处方剂量 或更多的身份窃盗行为 无论有没有医疗记录号码 疫苗卡也允许骇客进行网络钓鱼 窃取数据和密码 联邦委员会上个月发布的文章中也表示 一旦诈骗集团得到这些个人信息 他们就能用这些信息 并以受害者的名义 开新账户 为自己申请退税 并参与其他的身份盗窃 网络安全专家提到 目前他们不确定疫苗卡的存在 与任何广泛的骇客攻击或诈骗行为 是否有直接关系 但可以确定的是 这些安全威胁将非常容易执行 提醒民众 误将自己的个人信息 轻易地发布在社交媒体上 因为当犯罪者 伪装成可以陷赖的人时 大多数在线欺诈都会成功 中天中望 整理报道